关于从下周开始的这个中美贸易对话 我们看到了两个来自于中美双方的消息 中方说刘鹤参加完这个贸易对话之后 回国以后就要开四中全会 那么作为美方来说 川普明确的表示 中国急于与我们达成一个协议 如果达成的话 那将是一个伟大的协议 我们甚至看到了总统的顾问 库德罗在针对美国之音采访 关于香港紧急法的时候 他的回答其实也涉及到了中美贸易谈判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一国两制是大家已经说好的东西 其实他这个话隐身一下 你可以把它认为是对中英联合公报 撕毁的一种抗议 因为美国1992年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 他是针对1997年英国交还香港的主权 以治权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设立的 他把中国与香港完全分离开 针对香港他予以了贸易独立关税地位 针对香港公民 他在签证上是有特殊的优待的 与中国大陆的民众是完全不一样的 香港人所获得的民主自由法治各方面的保障 其实依据国际法 以及国际法衍生出来的国际法律框架 国际法体系 他这个保障是世界各国所承认的 那么大家都在游戏中玩 对吧 你要守规则 不能你单方面说撕毁就撕毁了 那么这个问题解释完了以后 他带了一句 他说美中贸易对话有可能获得意外的进展 结合上一周我们看到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康奈尔曾经明确地表态 中美贸易战开始以后 美国农业或者说美国农民的利益受到了损失 所以他督促美国政府尽快签订中美之间的贸易协定 以解除美国农民的这种困难 当然这个问题我们前面也谈过无数遍 美国政府公布出来的这些数据 其实美国农民没有明确的问题 因为2017年按照他公布的数据 美国针对中国出口的农产品只有195亿美金 那么2018年降低到91亿美金 按照他的这个计算 美国农产品向中国出口的数额降低了104亿 同时期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 美国就开始发放了给农民的补贴 从增加的税收中发放的 第一次105 第二次120 两次就已经225亿了 那么远远超过美国农民 因为中美贸易问题而导致的 对中国方向出口的减少 其实还有其他人也说了类似的问题 美国财政部部长姆鲁钦明确的表示 中美之间随时有可能签订协议 这么多人在抬轿 看起来美中之间极有可能会签订一个协议 尤其是涉及到农业的 那么这个协议它的框架是什么样的 会不会涉及到知识产权 涉及到人们更为关心的人权问题 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国家利益的问题 是吧 按库托洛曾经在一个月前说的话 那么美国也有其他一些总统的顾问 也说了这些协议 它不仅仅是贸易问题 它还涉及到人权问题 最终它是涉及到美国国家安全与利益的问题 针对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 可以谈十年甚至几十年 我们不急于达成一个协议 那么仅仅一个月 是吧 政策就变了吗 那么还有一些人把它联想到香港的禁盟面法 把这个基本法和这个港英时期 是吧 将近一百年前的这个紧急法 打架的问题都提出来了 那么我们还看到美国的暴戒 直接揭开了一个盖子 说六月份 川普和习近平在通话的过程中 直接放弃了 香港的权益 在香港问题上 以保持坚默来换取中方更大的让步 这一类的宣传 我们最近听到的很多 尤其是在这个周末 上周五有无数位美国政坛人物 不断地在重复他们的声音 为下一周 即将到来的一周中美之间的贸易对话 重启贸易对话 做一个铺垫 给人们感觉 马上就要签订协议了 其实从美方的这个角度来说 川普政权一直在收放自如的 进行的中美贸易谈判 而且在中美贸易谈判的过程中 他们非常轻松 应该来说 整个过程中 他的操纵权都在美方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其实还是一个底气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 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 在中美贸易问题出现了以后 明显的让人感觉到 美方出口的主要是工业产品 那么美方向中国出口的 好像主要是农产品 一提就是大豆 那么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 它其实涉及到两个东西 第一个呢 三千多亿的顺差 从何而来的 美国向中国进口的产品 我们普遍认为好像是四千七百亿 那么美方出口给中方的产品 只有一千多亿 但它中间其实有一个数额被大家没有明确的计算上 就是中美之间的涉及到芯片产业 我们一直把它认为在两千六百亿左右 其实这个数额可能会更大 美方出口的电子芯片 电子类的产品 电子类的产品差不多是三千八百亿每年 那么一大半大概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出口向中方的 那这个数字是没有进入中美贸易差额里面的 因为如果把它填进去的话 其实中方就没有这么大的贸易顺差 那为什么不计算呢 这些问题从来都没有人证实过 其实这些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的 我们仅仅看到了中美之间 涉及到芯片之间的争夺 那么你把中美之间芯片产业的数额 如果你把它摆到桌面上来看 它远远大于中国对能源上的进口 中国进口能源一年不会超过两千亿美元 中国进口全球的农产品 进口全球的粮食 大概七百多亿 如果减掉中国出口的一百亿的话 纯进口每年付出的也就六百亿 那么针对美国方向 最多的年份也就两百多亿 对吧 其实中国有更多的进口 是来自于 高新科技产业 但是这一块呢 它没有明确地计算过去的原因 是因为这些企业 它不都是中国的 即便中国进口了芯片 进口了无数的芯片 但是进口方 它不是中方的公司 更多的是美国公司 在中国开设的这些厂 他们进口了以后进行组装加工 然后再把它返销给全世界 所以在中国进口美方科技产品的过程中 关于芯片的这笔进口 其实没有得到真正的统计 中美双方的统计数字 中方是不想惹事 怕美方老羞成路 掐断了一些 进口的渠道 美方呢 是严格的依据 接收方式谁来进行统计 就像美方 统计的来自于中国方向的进口 比中方每年公布的数额要大 因为美方的统计局 它把源自于中国生产的 即便是转口到新加坡这样的国家的 到达美国市场的产品 都记入美国进口至中国的产品 所以每年的统计数据和报表 其实都是失真的 双方都有问题 我们今天甚至看到了一个 香港换协议的这么一个可能 是吧 有些人认为它确实有可能 因为中美之间从政治上 经济上 明显的都在进行脱钩 但是这个脱钩的时间会相当长 从现在开始算 可能还需要一到两年 甚至都不一定能完全完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出现一个问题 双方都需要时间 这个时候即便签订一个协议 大家也会把它认为是 苏联和日本签订的 苏日协议条约 或者说跟德国签订的苏德条约 其实你更容易把它理解为一个 慕尼黑协议 是更为融洽的 慕尼黑协议至少推迟了将近一年 世界大战的爆发 1938年9月份签订的这个协议 到1939年9月1号 我们知道的德军攻击波兰 其实苏德瓜分波兰 是二次大战的开始 虽然慕尼黑协议 他应法为了避免战争 早日爆发 牺牲了杰克斯洛伐克的利益 割让了苏联德地区 那么他延缓了整个世界大战的进程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 即便在香港问题上 美方有所顾忌 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 在国际政治中 有很多时候 所谓的正义只是口号 涉及到国家利益和国家 重大的经济利益的过程中 往往正义会被抛在一边 我知道大多数人 不愿意讨论这么一个可能性 其实它真的存在 不以离我的意志为转移 即便你不高兴 它即便就是存在了 也不会影响到中美双方 实际政治经济 甚至军事对峙的行程 所以我们对即将到来的 中美贸易谈判 不用抱太多的希望 它即便有一个协议 也是很短暂的 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的一切 都在抢时间 中美双方都需要时间 美方需要尽可能 撤离美国资本的 这种安全撤离时间 中方有没有美中贸易协定 都会进行左转 这已经是不可遏止的 一个趋势了 好了谢谢大家 再见